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身體熟的啦 已經很熟的啦 你們人比較多 不然你駕駛駛 沒有 駕駛駛啦 好 身體熟 breve 1940年代美軍轟炸台灣 曾試歷史經濟 卻是祖輩們無法抹滅的器 隆隆的炮身 惊慌失措的眼神 表述怎样的故事 在历史的灰烬下 一股小小的火苗又被点燃 要重现轰炸前一刻的甜甜生活 一处意外的顶菜园 足以撑起一出古早完整的折子戏 忠 孝 节 忆 是歌子戏里传唱百年的段子 在遇到佛法后 是否可以再度传唱百年 热闹的歌子戏 曾是鲜明最大的娱乐 但是电视节目后来居上 两种不同形式的戏剧 娱乐着不同的两代人 台上坐着台下散看着戏 陈设 道具 演员 情节 五味杂陈 今天为你介绍两场 酸甜苦辣的大戏 菩提禅心和顶菜园 好 给一下共同视线 来 大家看哦 等一下往主角的左上方的一个树干的分支那边 好 来提醒他他看到了什么 现在他只知道要指 但是他看到了什么 大概有100多台的美国轰炸机跟战斗机 从那个方向飞过来了 在日治时期他们要 因为美军在1943年 1945年的时候开始轰炸 然后那个 那个时候很痛苦的是 就很多物资都被运送到了 日本的所谓的前线去 他们在这边就买不到什么东西 那个在这里面算是一个 一个氛围上比较特殊的时段 好好笑 店鞋赶紧 后面再用 來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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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別太打 好 來 來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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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好換一個角度 準備把柳丁滾下去 你接那個就好 好啊 現在呢是在荒浪中的市場 不小心呢就是有人賺到了水果攤 然後水果柳丁準備要啪啦啪啦啪啦的滾下去了 你會Q我翻嗎 過來一點點 1 2 3 你們三個對我一個 可以嗎 好 KITA 歡迎 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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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錢交給我 你しま給我便啊 我一下 走了 我在 妳好痛嗎 妳好痛嗎 我好痛 好痛喔 而且現在腳是硬的 短袖嘛 裙子嗎 好冷 嘉儀好冷 為什麼 剛剛還好穿長袖 可是我待會兒有兩套都是短袖 而且它顏色很透 妳們還都是裙子 所以沒辦法藏任何衣服 那沒有啦 覺得這個地方跟日劇時代的嗎 有那種feel嗎 有耶 OK OK 好了 有耶 有那種feel 心衣蠻不錯的 都是很麻煩的 妳要去想大概有什麼東西 然後妳自己有什麼東西 然後妳可以得到的資源有什麼東西 然後去把它這條街把它弄出來 有東西就會有菸嘛 對 像麵攤啊或者是包子攤什麼 它有菸就當它冒一些菸 比較增加氣氛 請準備 來囉 我們拍這種太多了 就是憑著感覺去弄 也沒有說想要幹嘛想要怎樣 這空間還蠻不錯的啊 因為像這樣的環境 你看那個白河有一個 然後在苗栗有一個 然後底菜園算是離我們最近的 我自己還覺得 不用周車勞頓的環境 算是還蠻好接受的 這裡還蠻有味道 因為它本身是以一種那個 文化園區的感覺在做的嘛 然後有石板露天 沒錯啊 有一些以前我們從小 印象中好像有看過的農業機具 帶著很強烈的懷舊風味嘛 文化園區長的都是這個樣子 妳把無意中發現 我們本來其實到處在這個附近 轉來轉去 找舊一點的市集 新一點的市集 然後舊點的市集都在這邊 一個破壞的 它後面也有一個也是牆上的 你說類似像那個嗎 那不是 好 我最后走 你 穿幫的東西還是不少 因為它是把很多年代串在一起 所以我們只能用一些 蠻敬盾的 反而很細小的東西都要避掉 再來 再來 哪裡啊 好 可以 可以 他的年代很混淆 然後除了用的錢不一樣 以外其實他大致上捷徑 一定要很挑剔的來做的話 我們這裡沒有東西是可以的 我們是把它放在那個 演出作為他的觀看核心上面 小聲叫 好 搖搖 好 這一條街道其實 其實當成他們的傳統市集 另外還有一個就是像修車場 那樣的地方 然後再推過去原本頂菜園的那個 布袋戲的戲棚 我們後來會把它變成那個 歌仔戲的戲棚 台上仙道風且雲湧 台下鮮明熱烈掌聲 1970年代 因為古裝戲的盛行 讓歌仔戲漸漸失去競爭力 面對繁華落鏡的過去 一些歌仔世家 也轉進精緻歌仔戲的殿堂 舞台 電視也見蹤影 而歌仔戲名林徐雅芬 也在本劇中客串一位出家咒 我滿緊張就是 因為沒有演過時裝戲的出家中 過去都是在那種大舞台演傳統戲劇 那這邊要很生活化 然後一舉一動啊 都要跟劇中人士 八九不離十的相像度 那雅芬來這邊劇組 我覺得每個人都很好 那學習也很多 她這邊拿了剪子 然後那個雅芬他們會交錯 就先鷹居然後再過去 剪得不太順的樣子 好 再吃力一點是不是 好 謝謝 好 OK 好 殺青了嗎 對呀 好快喔 殺青了 我這個是來客串的啦 對啊 所以今天很高興 跟這些劇組 尤其是導演人很好 也很多給我一些學習的空間 第一次演這種時裝的師傅 台上是常導演師傅 我知道啊 所以 你的演出 看那演出的角色應該很豐富啊 學習啊 我要這邊學習 沒有沒有沒有 因為這個是比較那個 生活的演法 就是它比較接近 比較接近的 就是希望它能夠口語一些啊 真實感強烈一點點 然後那個人跟背景各占一半 然後環境也很重要 欸欸 對不起 其實不要快了 照相 照相 因為我最近就是拍 我們大愛的那個菩提禪星嘛 那剛好這一齣戲也有出家重的戲 可是其實我有壓力就是 我從來沒有做過 剛剛有講的 時裝戲的出家重 其實傳統戲劇跟時裝是有一些不一樣 因為舞台劇就是要比較誇張 舞台劇更不一樣 對 它要誇張 它要有一些知識的東西 然後呢 跟生活上的出家重是不同的 那就是要調整很多的 妳的肢體啊 這間不夠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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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走的時候 腳少站一下 腳有 比如這樣 不然太軟 小孩兒 妳如果是特賢 要10年 要這樣 要四個看 這樣才好看 不能說定點就是 我們要唱得又呆呆的 就這樣 噹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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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噹 妳要這邊走 這邊走 這邊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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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呢 還會像鬼啊 要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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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們都是舞台劇出身的演員 所以對一個表演方式來講截然不同 因為面對觀眾的角度 還有在電視上面對camera的那種感覺是完全不同 因為舞台劇一定要誇張 它一定都是要 動作肢體要大 觀眾才覺得它才是有power的 那電視完全不同 電視它是要取自一個自然的現態 生活的那種自然度 所以我剛開始的時候來到 從舞台轉到電視啊 都是被修正啊 動作都是要被簡化變成自然 而且我們這樣講話啊 譬如說我們有看美音嘛 舞台劇一定就是那個槍 像話劇也是一樣啊 你是怎麼搞的呢 怎麼來著呢 你幹什麼傻事啊 都有那個托尾音的那種 代表有那種一揚頓挫的長音啊 那代表就是一個台上的一個power舞台劇 請上三十二十五如 館西傳 一點的一木 一二三四五 一點木一木一無 這一點就無 fits 對 後面還要再多一點喔 亂拍的 因為歌仔戲裡面 音樂佔很大很重要的部分 那樂師他必須要配合演員 所以他們要看得到演員的位置 因為譬如說他們有一些點喔 做了歌仔戲的點是看著演員的動作 那今天就是我們講到 戲裡面會有一些小鬼什麼 他就會有一些動作比較大的話 鑼骨的部分就會吃得比較重 當故意愛哄哄 當故意愛哄哄 事實上我們在文武場裡面 他們也會有領奏 那五場領奏這邊就是我們俗說的 就是打鼓勞 打鼓勞的話 因為我們在西方的音樂裡面的話 指揮樂隊的指揮他是用指揮棒 但是在我們文武場 就是傳統戲曲裡面 他是用他的鑼骨聲音 就是他的鼓音來做一個指揮 然後會帶動整個樂場的一個節奏 那文場這邊的話 就是我們會以祖壺 就是整個音樂下的點 然後大家會跟著祖壺 所以這兩個一定要看得到 看得到我們場上的演員們 然後他們現在在設定的這個東西 正在訂的東西 就是我們今天會用到的景片 因為今天走的還是一個印度風格的 還好 還好 順順的走 前面注意 目前他這個設計是比較走舞台式的 一般的劇場的舞台的方式 那跟去年的整個包的一個舞台 是比較不一樣 去年是走比較包覆式的舞台 剛才是不是一開始都抓那個 這你也要 這收我都好 這收我都你也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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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 因為我本來是 就算是開始 一開始進這一行 就是做彙景的 所以就一直都做這些 那個那個 畫那麼久 其實兩天 我們正常劇場的 都是大概是16米 x 8米 這是正常的尺寸 大愛台的是比較矮 就是比較低一點沒有那麼高 如果真的一般劇場 都是至少要7米 比7米的高度以上 沒有 還在一個 還在一個 沒有 你這個是邊邊 你這是門的 還有另外一個門 肚子要先過來 實際狀況的時候 還要看導演 他覺得可能會再微調之類的 所以東西 我們的設計圖可能出來 到真的 我們在那個 成色的時候可能還會有一點點 就是會以現場實際的狀況 再去做微調 因為東西都有了 再去做微調 但是基本上 東西都還是都差不多 只是有可能位置 可能會有一點小移動 這樣子 因為 他設定還是好 因為我是看你位置頭前 對啊 所以他當初設定的動作 是在擲頭後 你看他有擲頭嗎 好啊 還拿來貼肉 好啊 還拿幾個來貼肉 副導這個市場不會很重嗎 寶麗龍 看你那是綠達無窮嗎 哈哈 欸 那副導臉明教剛才要討論 那個是 你不采花的位置 對 後來 道具什麼時候 呃 他再回去 弄別的道具過來 真的喔 對 石頭不夠 對 石頭不夠 這樣不夠用 這種石頭應該會長什麼 哪一花呢 嗯 路邊的小野花 哈哈 哈哈哈哈 需要去考究 就是符合他的一些背景 他那個當初的時代背景 像這 以這齣戲來講 他需要走的是 稍微有帶一點印度風的話 我們就不能給他畫 像中國那種肺炎走壁這樣 這樣就很 這樣很怪 這個總共做了 應該算三個半 因為這個場景會 再修改一下 就變成 就換一下 橙色就變成另外一個場景 我覺得他們 不僅這些東西 橙色只是一個綠葉而已 最重要還是這些表演者本身 他們 他們就是 表演到位的話 我們這些東西 只是幫他加分 但最重要還是 還是以那個 以演員本身 這樣子 就是相輔相成 應該是這樣子講 對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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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歌仔戲演員 具備就是要有身段 那就是 再來就是歌喉 然後就是 走位啊 跟群體之間的配戲啊 然後跟樂師啊 每一個燈光每一個道具每一個景 你都是其實都要非常的密合 那因為這次我們以前都長期都是演工演戲 他沒有鏡頭 那我們面對四個 因為我們以前的觀眾都是人 都是觀眾 那幾乎就是說 你面對機器在演戲的時候 其實 那個那個是要重新學習的 從零 就是說你要從零開始學習 其實這個過程裡面 我覺得剛開始來的時候面對鏡頭 這真的很死板 你會很害怕 你的演戲變成是很緊繃 對 那到現在其實我覺得 至少說 已經習慣了這樣一個作業方式 也經過老師的指導 那其實 在這樣子的學習環境之下 慢慢對鏡頭就會演戲了 來ите dr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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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这个佛法剧 为什么没有人去做呢 就是因为冷门 而且诠释的点 跟那种戏剧上的张力 其实两难 一个你要遵从 一些佛法的经典去做的话 要去有凸显一些戏剧张力 你必须要了解 怎么样去把戏剧跟佛法做结合 这个在一个歌仔戏来讲 诠释是应该要去思维 要去了解 那本身雅芬以前做传统戏剧的 宗教杰来讲 对我来讲是非常习惯 可是转到佛教剧来讲 我是觉得 你叫一个演员来讲 叫一般的演员来讲 他还是没有办法体悟 因为我觉得要演这种戏 本身就要体悟到 这种佛从哪里来 然后佛典的故事 他的精髓在哪里 所以上人常常讲 叫我们路心 路心 所以路了心 你就知道佛的心 歌仔戏它是有戏 可是他没有法 他一般都讲道理 那佛法他是讲真理 真理的存在在哪里 就是悟道 而且悟之后要怎么办呢 就是赶快回头是岸 懂得忏悔 就是如真 我想说今天 也做过了几年的佛教剧 也做了很久的传统戏剧 这两边的一些 我自己的转变来讲 刚开始会有一些煎熬 可是我觉得 亲近上人之后呢 会觉得说 因为你去了解之后 不是那么困难 而是你本身有路心 路心之后 你在读法或读剧本 或是取材剧本 都是比较容易 随手可得 你赶快 我祝你师傅 你赶快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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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痛 师傅 我赶快开心 不管是传统戏曲 还是电视剧 只要有法度 就能用最淡定的方式 面对人生每一个场景 最后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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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